家里的旧油桶不要把它丢了 拿它来养花种果树 非常的棒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在旧油桶里面养马蹄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沙二花匠 很多朋友养花总是问我 家里不够花盆怎么办 事实上如果你看那些专业的人去养花种菜 一些懂得生活的人养花种菜 他们往往就不喜欢用这种加伦盆大龙盆什么花盆 他们往往喜欢是用一些别人的不要东西去种植 今天我要聊的是这个旧的花生油桶 这个油桶我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把它丢掉 第一这里面的油渍很难的清洗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油桶没什么用 因为它不保温 事实上真的错了 第一个要清洗里面的油渍 其实方法很简单 大家记住 不要只用洗衣粉或者是洗洁精去洗这个油 这样子很难洗干净 一定要往里面加点沙子 我们去工地或者是隔壁盖房子的地方 抓一把沙子 什么沙子都可以 粗沙细沙 啥沙子都可以 然后丢进去再往里面加点洗洁精水 然后摇跨 您会发现两分钟 这个油桶里面的所有油会全部消失掉 去哪里了 被沙子 被沙子磨啊磨啊 像抹布一样 磨完了 溶到那个水里面去了 然后把水一倒掉 这个油桶就干干净净了 两分钟就能洗干净 何必浪费 第二个 它虽然不保温 但是呢 它可以拿来种植一些水生的植物 那些植物呢 一般呢 都不怎么怕冷 不怎么怕热 比如今天我要种的这个马蹄呢 就很适合 来 这个油桶我们怎么处理的哈 大家要记住要分为两步 第一步 把上面那个盖子给去掉 这个盖子 您可以把它留着 有其他的用途 比如可以作为过滤 反正呢 我在家养花呢 一般情况很多东西呢 都舍不得丢的 比如这种比较大的油桶 真的是好东西 第二步 我们需要把这个桶上面打上一些孔 您看我这个桶呢 已经用了很久了 去年就种了一批 今年呢又种 当然有朋友说 那个马蹄不是在夏天的时候种吗 事实上马蹄是一年种两次 春天种一次 夏天种一次 然后呢 在这个油桶上面打一些孔 这个孔呢 只打到中下部这个位置 下面就不打孔了 底下也没有孔的 打到这里位置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处理呢 就是让我们的马蹄 和我们里面的植物 能更好的存活 水不需要很多 油就可以 但是呢 要给它保持一个很好的通风透气的环境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超市里面买回来的马蹄 这马蹄要不要怎么处理呢 事实上呢 这马蹄呢 现在呢 已经不需要处理了 如果是夏天的时候 还需要去处理一下 但在冬天呢 没有必要 天气比较冷 我们直接把这个马蹄呢 放到底下 你看 放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 最下面那个孔呢 在这个位置 马蹄到一半左右 然后把这个 一个个码上去 最近这个马蹄上市啊 口感非常的好 这两年的马蹄真的很好吃 另外呢 自己在家里种呢 也是没什么难度了 而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买这种芽点 比较丰富的 比较粗壮的马蹄 这样子种植呢 是最好的 小孩子非常喜欢 所以呢 我这两年呢 也喜欢在家里种 一个是健康 另外一个 你看这个芽子 都露出来了 把它一个个码上去 刚好油桶呢 它有个向下的凹位 然后中间是凸起来的嘛 然后刚好把这个马蹄 给一个放上去 然后第二步 我们准备土壤 土壤呢 是最好呢 是那个鱼塘的淤泥 那种淤泥呢 比较重 容易沉到底下去 但是我在楼顶呢 我只有营养土 没有 没有鱼塘淤泥的 我只能用一些沙子 先代替 大家要记住啊 这个马蹄呢 是属于浅水生的植物 它不是生水的 它不是莲藕 莲藕是长在比较深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这个沙子呢 以及水呢 不需要很多的 把这个沙子填进去 把这个马蹄 彻底盖住就可以了 浅浅的一层 用呢 用这种粗颗粒的沙子 是最好的 您在工地 这些沙子是免费拿的 因为这沙子呢 是盖不了房子的 你看弄完之后呢 就差不多到那个 洞的位置了 这个洞可能可以稍微的打上一点 现在这个也可以 我相当于这里呢 是有多了一倍的那个沙子 刚才马蹄虚一半嘛 然后再多一倍 然后就可以往里面加入清水了 刚开始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我这个水呢 是加了多菌磷的 加了一点沙菌剂 主要为了帮它杀菌 马蹄的主要喜欢的生长温度呢 是在20度 25度附近 所以我们在如果冬天养呢 最好把它移到室内 等到温度涨到20度左右呢 我们再把它移出来 基本上虽然现在冷了 尤其是南方 也就冷了十来天 十来天之后呢 温度一窥升呢 我们就可以移出来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 林区发现它开始发芽啦 然后开始生长啦 然后慢慢呢 整个桶呢 就把它那个马蹄长起来了 最高的马蹄 基本上可以长到 大概是半米左右的高度 而这个桶呢 主要为了就是防护它的 对它起到一个把护 那桶上面打了很多洞 也方便它透气 所以呢一个塑料桶 拿来种马蹄 可以说是绝佳的一个选择 刚好我家里有一张烂凳子 把它放在这里 到时候长出来 长那么高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漂亮 马蹄呢 老实说前期就是一个 观想性的绿子 后期呢才是果子 一个植物两种用途 这马蹄种植子呢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一个油桶就可以了 您知道吗 曾经一段时间呢 我也很烦恼 家里没有花盆 我所说的花盆呢 是这种不透水的花盆 想干什么 就是养一些水生的植物 比如马蹄啊 还有那个碎莲啊 还有莲藕啊 然后呢我也很烦恼 当时去买 在花贵市场买都买不到 当然能买到 第一个贵 第二个呢 不什么喜欢的 那个款式 然后后来呢 就意外的看到一个 专业的博主 去分享 他在家里种那个碎莲 我就发现原来人家的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啊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要去买买买 一个旧油桶呢 就可以让我们实现水生植物的自由 盆栽 我觉得在家里种植物呢 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简简单单 您就可以收获一盆 不错的绿子 等它长好了之后 就是绿子 等它成熟了之后呢 就变成马蹄了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华将 感谢大家 拜拜